中极呢是在旗下的四寸 这个我们说 中极是谁呢 是膀胱目 首先它是治疗膀胱的这个疾病的 首要的一个选穴 首选的穴位 这是中极 在首选这个治疗的时候 那么中极我们大家要记住的这个穴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利尿溯泉 就是塑尿的作用 它可以利小便 所以你像我们讲那个老人的那种 尿频的尿急尿痛 那种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的这个疾病 主要靠的是中极 所以只要是和膀胱有关的 利尿溯泉 还有一个抑腎的作用 但是它对于这个抑腎的作用来说 它和关原器还没法比 关原器就是抑腎 抑原器 中极呢 它是偏于疏导的 因为它是膀胱的墓穴 膀胱是本身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腐会 是一个腐 对吧 膀胱是一个腐 所以膀胱是要通力的 膀胱就是一个储存这个尿液的 随时排出 它随时储存 储存太大了 也不行 没有劲排出 尿频也不行 无力也不行 所以这些都是要治疗的 另外呢 中极还有一个调经的作用 我们一条一条看 首先 作为膀胱目 大家这个要把这个 通过中极把膀胱的这些疾病 把泌尿系统这些疾病都掌握了 首先你尿拼尿筋尿痛 一尿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呢 就是指小便的不通畅 小便不通畅 所以呢 这个 你像我们秦始总说的一些疾病 它对于 泌尿系统的疾病 它是一个良性的调整的作用 小便不利的含义什么的 有的时候是小便不通畅 也有的时候是 就像这个水管子一样 有的时候是关不上 有的时候是开不开 这都叫小便不利 这个病人呢 叙述的时候 他就是说 憋得好 但是尿不出 尿不出很多 有的时候病人呢 就是点点滴滴 总能尿 这都是属于这个病态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 顾射无权 封肠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它本身 这是膀胱的这个功能 是靠肾 来主管 来闻序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里 最主要的是 我们把这个 泌尿系统的疾病 在这里都全面掌握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疾病 像我们这个 在这个书上 也是以这几个为主的 以这几个为主的 来记忆 就是泌尿系的疾病 你像伸炎的病人 你像那个 泌尿系感染的病人 我们原来给大家举过 这个女性的这个 反复泌尿系感染 它就是 欲寒则深 一到这个寒冷 一受凉 它就尿痛 然后呢 就小便贫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液尿瓶 液尿瓶也是 肾虚的表现 所以中疾 只要是遇到 这小便的问题 它都是用中疾来治疗 你像还有什么呢 你像还有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妇科和男科 就是生殖系统的疾病 生殖系统的疾病 前面呢 就是 迪经啊 杨伟这些 不育 不育症 早歇 后面呢 就是女子的 妇科的疾病 妇科的疾病 我们说这个穴 它偏重的是什么呢 对于妇科 也是一个常种穴 广泛的用于妇科的 这个所有的疾病 它呢 主要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是一个调整的作用 我们说女性呢 这个 你像我们可以举一个 疾病 叫什么 叫痛经 本身呢 我们说 痛经 它越进来以后 疼痛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它气质 血淤 气质血淤 而中疾呢 本身呢 它是一个 形器的血 又是一个 书条的血 所以它调经 所以特别是 我们说 对痛经来说 西医学可以有 原发性的痛经 也有呢 技法性 原发的就是 从出巢以后 它就产生了 一般呢 它讲那个子宫呢 生长的这个 发育不良 也是肾虚的表现 所以有原发性的痛经 痛经 技法的呢 是有一些这个 精神紧张啊 或者是全身的一些 慢性虚弱性的疾病以后呢 它技法一些疾病 造成这个痛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 以上包括一些 盆腔炎啊等等 都可以造成这个痛经 用中疾呢 可以达到这个 书条局部契机的 这个作用 甚至呢 这个主要的 还是一个 这个 行器和活血的作用 那么 我们 那